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Jimmy 前面这个就是一百多年历史的槟城市场 我们应该进去少后了嘛 当时没钱啊 所以我就带你过来换钱咯 是这家店吗 我看是卖金银珠宝的 呃 这一家都可以的 因为越南的找换店都是金店来的 右边这一家都是 比作是你 你会去哪一家呢 那还用说吗 肯定右边啊 好看 so 这个我这一家都不得了 都不得了 好看 我回去那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代替胡志明市 因为好读的名字短 现在在我面前的这条路 就是鼎鼎大名的樊五老街 而我们右边 哇 这么冷清的 整幢蓝味楼一样 咳咳 这家Liberty就是我们今晚要住的酒店 诶 金导 这个酒店如果不进来 真的以为它浪位了 那他都不想的 老板都希望客气云来的嘛 原本我想住隔离间韦东 但是没有房子 所以就迫住这里 两个水一晚而已 我们去张罩下就算了 诶 金导 你非要住在这边 难道 难得你这么醒目 我们就要讲一下一些正经的东西了 这条樊五老街 也都被称为背包客的天堂 既是市中心 和南面还有一条很繁华的步行街 而在我们酒店楼下100米的范围之内 有齐了整个越南的长途带包公司 除了买票方便之外 你直接在公司门口就可以坐车了 可以前往整个越南中南部的几乎所有地方 所以说这条街上不红都难啦 哇 左边这张梳法和那个床的靠背 那些印跡你没有几十万人睡过都弄不出来 还有这条红木墙桌真是稀世真宝 过来看一下厕所 咦 找不到灯的开关 诶 金导 你是不是傻了 就在门口啊 诶 我够知道 我手不够长而已 那你平时又说自己长 我说我脚长就行不行 厕所不错哦 有窗可以杀菌 还有花洒的热水和水压都可以 就这两样的厕所就可以五星好评啦 我把灯开了之后 是不是瞬间有大酒店的feel呢 但是那个厂头应更加连想啊 啊 你可不可以选一些好听的来说呢 不过说到选呢 以前第一次来西贡的游客 我想九成都会住在这个区域 如果你在十年前问我的话 我都是同样的答案 但是今时今日 除非你和我一样 明天或者后天 需要坐大巴去其他地方 而又不想走来走去 那么麻烦就可以住在这边 外面下着雨 这个时候最好就是听雨声睡觉 大概一个几钟 长雨就停了 出门办正事 顺便走一走 看看有什么变化 这个季节的西贡下长雨之后 温度是最舒服的 大概二十七八度 对我这些逛街党来说 简直是一楼 诶 金导啊 那我们现在去哪里啊 我先带你去参观一下 我们原本想订的那间韦东酒店 你顺便看下左手边的这间 这个是H卡区域吗 如果在正常情况下 你是没错的 不过在越南有很多这些 运输公司都是叫Cafe的 除了蓝色招牌的这间Hand Cafe之外 还有另外两间经常会坐到的Futa 和Sing Cafe 至于为什么他们要叫Cafe 这个就很有趣的 以后再说 因为韦东酒店已经到了 啊 人来这么近啊 就是这么近 这间酒店和他二楼的按摩 一样都是这么出名 那门口这几个大兄弟 肯定也是七二楼的 那又不一定 你留意下右边粉色三个哥哥仔 当有个男人好鬼鼠地 走进一间酒店大堂的时候 特别是进去之后 在东张西望那些 诶 金导 你说的不就是我们两个吗 我们很光明正大好不好 哪里鬼鼠呢 那个小孩现在走过来找我们了 然后打招呼跟和吻 遥不遥抹沙 这间韦东酒店最出名的地方 就是他酒店的这个中庭 而靠住中庭的这一排房型 就是基础价钱 透过窗开看到外面的中庭 也挺有feel的 但是一般情况下 你都会拉窗帘 这个酒店的厕所基本上 都是同一个款式 但是就没有我们住的那间酒店好 因为是暗位 这个流水灯笼的中庭 可以说是鬼佬门的治外 除了拍照之外 这边的隔音还非常之好 如果你睡眠不好 又要住这里的话 就只能够选中庭的这一圈房型 因为靠马路边的这一排房间 那个噪音有点厉害 而且价钱还会贵一点 这个是一房一厅的套房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大概是70美元左右 就算是普通的房型 都会比中庭的房要大 靠路边的房型的景观 其实是非常之好 因为对面就是8月23公园 但可惜的是和大陆一样 一到早上或者是黄昏 那些讲场没有打工夫的喇叭 就好像轰天那样 所以我说路边的房型的吵 其实不是来自马路 主要是来自公园 然后酒店的早餐种类都挺丰富 但是口味就偏西式 毕竟住在这间酒店的 都是由鬼佬为主 最后讲一下这间酒店的价钱 平时的话大概40美元起 如果加上一些优惠活动的话 还可以便宜几美金 但是很现实的说一句 这间酒店并不容易订 经常满房 左边这位穿着霞婆粉的小兄弟 就是刚才走来问我们 要不要抹沙的之客 而前面那几条有家的地方 就是电单车停车场的入口 在这里上班的漂亮的小姐姐 他们都会重够那个点 你不要讲了 我等一下拿个灯笔过去做保安 那就有了 Jimmy仔你在楼下看水了 而我呢就张照一下 上楼做法老王 你说这位护法 不是 前台的姐姐的眼神 是不是练过的呢 那一看着人很难说了 但是我对她的装修风格 就有少少说了 因为我不是很欣赏得来 这种充满越南底蕴的 埃及法老 是一个地灵一样的大堂 可以做大堂行务 男女技师都有 记得老四都要点个小姐姐 帮你按头肩或者彩椅 男的就算了 又老又巢皮 这边有分普通房和VIP房 普通房就是没有厕所那种普通房 而贵宾房就是这种汉母帝睡的棺床 贵宾房就是这种汉母帝睡的棺床 贵宾到这是去哪里啊 我们不上去吗 上去 你有钱吗 就去换钱先啦 右边这间店就是专门吃米粉 上面那两个字就是写着好丢 哈哈好丢啊 还要是24小时下面给你吃 慢着 我好像见到米其林 2023年一星 有些这样的事 为什么我不知道 后来我特意上了米之林的官网查了一下 不是很博友 可能他不知道哪里找到 觉得个公仔挺有趣的 就贴在门口里了 金岛 刚才你带我去那个酒店参观 那个按摩是不是特别好啊 好当然好的 不过我就建议一身正气的男士和女士 就避开酒店的二楼 你知道里面装修到 整个金字塔这么阴气重啊 我怕你们被污染了 哇金岛这么危险啊 看来今晚我要牺牲自己 帮大家顶在墙面 看不出你这么伟大的 好啦 我就赠多你两句 啊 慢点啊 右边这个绿橙色的呢 就是另外一家很出名的巴士公司 Foota Cafe 我们今晚回来就要在这里买票了 如果你有西贡的本地朋友 你问他有什么适合进步青年的按摩店的话 我想十有九都会和你推荐这家惠东 可想而知他有多么威名远播 越南人可以说是整个东南亚片区 喝咖啡最厉害的困体 而前面这家高地咖啡 就是Highlands 就可以说是越南的星巴克了 在这个国家从南到北 你都可以见到他的身影 如果你是长期缺外的人呢 进去点咖啡里有他自己没有就行了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 教了堂很久的话 就要记得跟他讲酒堂 或者小小小堂 哎 金岛 喝东西就要甜蜜蜜嘛 你猜拍拖什么甜蜜嘛 对呀 我今晚就要去唯冬唐恋爱了 你今晚过去拍拖仔 就要记得问清楚那个消费价钱 因为现在和以前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我的意思是你的付出要更加多 那唐恋爱肯定要有夫妇嘛 我知道你答米无所谓 但是我怕你付出了 又得不到你想要的快乐而已 虽然唯冬是出名素质很高 但是我觉得它更多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西贡的单身青年 就可以去朝圣 但是因为西贡选择太多 你懂的啦 诶 金岛 你今天晚上想吃什么 不用急 今晚你就知道 在右手边这条行车 是可以直通到步行街的 那千米 这一辆就是越南的特色观光三轮车 俗称客先死 Signal 这个名字真的假的 太不吉利了 的确不是那么老例 但是我觉得很贴切 你想想你坐在前面 撞车又撞你先 刹车又跌你先 所以当地人就把这个交通工具形容为客先死 原来是自己人叫的 我还以为是哪个游客改了名字 我当初都是这么以为 但是想真一点 它的设计理念是很先进的 作为游客坐在前面 风光一览无畏 车夫在后面 那些汗臭味你又闻不到 正常都安全的 开着这辆车 你都不会玩臭文字D 在这条好美的灯笼街里面 隐藏着一座建于70年代的寺庙 叫安乐子 Chang-nak 细心如理就会发现 安乐和月文安乐是很接近的 接着黎尼大道向东走大概400米左右 就已经进入了西贡老城区的范围 在这边旅游整体安全是可以放心的 但是切勿吊以轻心 因为偶尔都会听到 有游客被飞车党抢袋的案件发生 特别是从我们刚才住的范围街那边 一路向东到日本街的这一片范围 如果是男士的话 我就建议你不要背那种側袋 最后就是背挂心口的胸包 还有千万不要低头在路边玩手机 那些电单车手的黏花纸 很快脆的 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已经在远处跟你说拜拜了 比如我在路边叫车 我一定会远离马路 以及观察周围安全我才下单的 顺便在你站的位置拍两张照片 发给个司机 他就算傻的都找得到你 走过条马路之后就是远安宁街 在条街的尽头就是一百多年历史的 槟城市场 在欧美游客的心目中 槟城市场是他们必去景点来的 里面有什么好玩了吗 不用急记着Jimmy 下一集你就知道了 同时你留意一下周围的商店 都是卖一壶了 还有卖头战了 这条远安宁路 我是当成它是深圳的晒布路 皆如其名 不是卖衣服就是卖布 但是比较特殊的就是 这边卖的东西都是跟清真有关系 那这里卖东西也是用越南钱嘛 肯定老板不用越南盾 难道用阴丝纸吗 一说到钱了 前面路口就是我们换钱的地方了 作为一个游客在越南换钱 其实是一个很不方便的事情 就算你去桂园机那么浅 一般都是三百万封顶 就是你每次按机就是一块水美金左右 一块水 你让Jimmy开心一下回来就没有了 所以很多人就会选择过来这边的金店 一次个大鸭换了它 比如我们前面的一间下单 这间可以说是全西贡最繁忙的一间金店 虽然很繁忙 但是它里面的金银珠宝基本上是源风不动 但是台点抄机从来都没停过 西贡的银行都没有它那么好生意 那不就是大洋头卖狗肉吗 你要记住我们祖宗有句话叫做文不举观不咎 你只需要拿着钱去到它的柜台 直接给它 或者问完汇率再给它都可以 基本上来西贡旅游的游客都是找它换钱的 没办法啦 汇率好嘛 为什么我真的要拿这些美人啊 其实这间店我曾经好奇换过一次 以我这么迟钝的触觉来说 我觉得和旁边没什么太大分别 但是作为广东人嘛 正所谓有队不排 屌板都比是可怜的 虚似的 最后家人的努力 梦箱不排